嘿 我先喝一下 女意思 叫什麼名字 我是Iris 我是Irene 我家有Vivian 叫什麼意思 你們今年幾歲 可以講嗎 還是閉一下吧 那你平台有喝酒的習慣嗎 有 都喝什麼樣的酒呢 朋友老公的酒 朋友老公的酒喔 喝朋友老公的酒 朋友的老公都給你什麼酒喝呢 白酒 紅酒 氣泡酒 粉紅酒都有喝 紅酒 白酒 氣泡酒 大多數都是紅酒為主 大家好 歡迎來到CCY STORY 我是Claymo AKA朋友的老公 好 所以對 大家都喝我的酒 好 好 喝我的酒 那今天就來好好的喝一下 搭配一些 嗯 水果啊 蛋糕 鹹酥雞 反正就是 言流來講 我們也是再次找了一批沒來 只是 就是那個 那個 你的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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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勢是這樣 好啦 不管 反正 我知道大家想看妹不想看到我 好 那跟大家打聲招呼 嗨 對啊 其實可以看進步 不用看過 好 然後我們今天的 流程是這樣的 就是我們會先喝一口酒 先說這款酒喜不喜歡 然後我會指定搭配的時候 然後你們再試試看 這樣子合得起來 合不起來 反正可以就可以 不行就不行 我已經受傷過很多次了 然後最後 對啊 我們混得久也很多次了 對 沒錯 然後之後你們可以交叉比對 想要去層次看看 最後給你們一次機會 然後喝完記得告訴我 喜歡不喜歡 你覺得什麼樣子的感覺 如果都沒有感覺也可以 好 好 好 我想說一下 就是在任何時候 你們要吃多少東西都可以吃 對 其實不用一直坐在那裡 好想聽這句話很久 可以吧 嗯 嗯 你喜歡 很好喝 嗯 一點點澀澀的感覺 然後味道太強 然後很順 是順口的 好 好 紅酒是它 就是 私物性廣告的 No.3 不是耶 可是這支其實之前出現過 就是 私物性廣告 喔 私物性廣告第三支 對啦也是 好 反正之前介紹過 大家往前面的影片找 然後它會出現在某一個角落 那你們可以吃鹹酥雞 然後沛沛看這支紅酒 我會挑這支酒 鹹酥雞蠻好吃的啊 好 謝謝 這個巧克力蛋糕也蠻好吃的喔 鹹酥雞真的蠻好吃的 我會挑這支酒是因為 它有史哈 上次我們知道 它是一半的Cabernet Sauvignon 跟一半的史哈 那鹹酥雞 搭配一點辛香料的味道 然後加上比較濃郁的口感 我個人覺得應該是沒有問題 如果你們覺得不行 是正常的 因為我其實也沒試過 呵 一切都是靠我拆啊 對 如果吃香菜 它會把我扛掉 欸 不是你們不要複吃沒辦法 有有有有 我覺得不會不搭欸 對啊 蠻搭的啊 對啊 太好了 我們找對人 我們找對人 TA有對 就是可以 就是一直吃一直喝 嗯 但左邊那位Vivienne 是不是有什麼不同的想法呢 我覺得它喝起來變比較澀欸 沒有 可是我覺得剛剛喝酒已經是 本來就味道 本來就有點澀 本來有點味道 現在吃完鹹酥雞 我覺得它變得更澀一點 可是我覺得還是順了 沒關係 沒關係 三中二 三中二可以了 可以了 他已經說過各種打擊 還有三取三 完全沒有啟動 對不對 要喝到酒嗎 你還要 我也喝完欸 等一下 我們 我們先把一切先 跑完一回合好不好 好 然後剩下的你們就隨意 來來 又很順啊 可以可以 它有一點澀澀的味道 但我覺得 就還蠻搭的啊 一口接一口 對因為有時候 如果你太輕的話 變成什麼感覺都沒有 就 黃泡汁借過而已 沒錯 就是你喝啤酒 有點重口味的味道 是一樣的 那這瓶大家常喝 它就是 Moscato 帶有一點點的氣泡 甜白酒 但它還算是甜白酒啊 頂多算是微氣泡的感覺 所以喝起來應該 氣泡感沒有很重 對 所以我會說它還是甜白酒 嗯 算甜 但是沒有到 半糖那種感覺 我覺得只有微甜而已 微甜而已 好 okokok 我覺得只有微甜 還行吧 應該沒有人會說 這隻不好喝 應該不會 這個 喝起來還蠻清爽的啊 不要搶我的心 好喝啊 就是好喝 它其實還蠻清爽的 就微甜 好 沒問題 不要怕下次沒酒吧 這就是 它懂我們的心 沒關係 它就故意叫我們 本來就是會喝的酒 對 應該是這樣 欸對 其實是有道理耶 因為上次的我本來就不熟 所以我根本不知道 他們的味覺是怎麼樣 什麼叫他們的味覺 不是 就是他們喜歡的味道是怎麼樣 因為你可能下一次拿了 就是之前你拿過 然後我們又說 欸這隻真的很好喝的那種 應該出來啊 因為我大概也會知道 你們會想要喝怎麼樣 對啊 搭配什麼 搭配蛋糕 基本上Moscaro 我上次說過只是很失敗 但是我這次一定要試試看 這是開心果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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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變比較甜一點 我是覺得馬卡龍比較甜 對 所以很的感覺 嗯 吃了 搭 嗯 甜點可以 可以再挖蛋糕 搭 等一下 基本上Moscaro 白 去搭配一些奶油類的蛋糕 或者起司類的東西 其實都蠻OK的吧 很大 嗯 但是如果碰到一些巧克力的話 可能會比較不合適 不會 也不會到不搭 好所以這個也過關 過關 過關 三個都過 那我要吃什麼 過 我可以吃檸檬塔 可以啊可以啊 檸檬塔也不會有問題 檸檬塔 可是我覺得喝了 覺得這個變比較沒有那麼甜 真的嗎 還是因為馬卡龍太甜 會 因為基本上你吃到蛋糕 這個比較甜的東西 然後再喝到Moscaro 它的甜度的感覺就會比較不明顯 反而是它可能存在的一些果香 然後它存在的一些酸度會跑出來 那會變得比較清爽的感覺 對 我想要吃這個 我覺得它會太好賣一點 太好賣 我覺得馬卡龍比較搭 你覺得馬卡龍 我也覺得馬卡龍比較搭 對 因為它本身有甜味 其實要用更甜的東西 讓它變清爽 對 我覺得成益 上次的Man 上次的Man跟我說 我太甜了 好啦我不是要第三個 但是真的是 每個人的感覺是不一樣的 但是 因為我一開始的概念回來 就會是去搭配一個更甜一點的 讓兩個去碰撞 然後它就會變清爽 對 那太大了就喝完了 巴斯克跟檸檬塔 我覺得都還好 馬卡龍比較蛋糕 所以就是酸的 跟比較沒有那麼甜的 乳味比較重 我覺得沒那麼適合 第三瓶 一樣是Moscato 不過這支是粉紅 那 這支我們上次 泡麵 吃泡麵的時候拿來打鍋 喔 對 那基本上它的果香味 會更重一點 其實我覺得 它如果去搭配 台灣的水果 台灣的水果大部分比較甜 其實我覺得感覺 應該會不錯 感覺啦 沒有那麼甜 然後 有一點 黃色的味道 是因為我前面吃的東西 很香嗎 有 因為前面吃的是甜食 嗯 它就有感覺有點苦味 對 有點苦澀的味道 唉 這支剛剛是吃的 對 對 所以我想說 是不是我前面 吃了檸檬塔巴斯克 然後混在一起覺得 有可能 好像不太一樣 你們現在 先讓你們的味覺恢復的話 先吃一點鹹酥雞 喔 吃一點鹹酥雞嗎 時間有過了 先吃一點鹹酥雞 好 任何東西 沒差 那它的搭檢出什麼 其實我好像蠻過分的耶 每次都沒有給人 他 配一杯水 好像應該要 哇 不是都是要洗嘴嗎 對 因為通常是 漸進是 喝 甜的東西 或 越濃的東西 其實倒不一定說 要去 清口茶 不顧 還有一點點 我覺得還有一點點 嗯 甜味有回來了 對 對 還有一點點 沒有一開始 喝的成那麼清爽好喝的感覺 喔沒關係 試試看 吃水果 然後再搭這一支 嗯 甜的跟不甜的會有影響嗎 會 那我選這個 你可以 最不甜的我猜應該是藍莓吧 真的嗎 真的啊 那我選藍莓好了 嗯 鹹酥沒什麼味道 嗯 嗯 就是水跟酒果 藍莓掉 我也難吃喔 好色喔 真的嗎 嗯 水果挑不好 應該就不是很甜 我專業 不是在挑水果 這幾次喝的結論 那幾次喝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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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個就很甜 欸 不是你們水果吃完有喝就 有啦 對 有的有的 很適合藍莓喝完 翻變更甜 我覺得果味好像不甜 你吃什麼搭配 我剛剛是先吃臉霧再吃藍莓啦 可是我剛剛吃的藍莓 我覺得沒有很酸 我覺得 可能我剛有跳到一顆比較甜 嗯 運氣好 它 臉霧不搭 臉霧不搭 不搭 會為什麼 會出現什麼樣氣氛的感覺 不行 太甜 你臉鼻鼻鼻 味道有點奇妙 嗯 我覺得臉霧不搭 是因為臉霧沒有味道 OK 對 然後 沒有它 本身清爽的味道 甜味沒有出來 想說臉霧到底是怎麼吃 臉霧比較像 沒有味 就是水分的味道 然後 葡萄我覺得它有甜 但是配上它就覺得 就苦苦澀澀的 可是我覺得藍莓可以耶 我怕藍莓會酸 我覺得 剛剛吃起來 我剛剛吃一顆 我覺得是不會酸 沒有互相搭配的感覺 試一下 你可以 我覺得互相搭 都有幫對方減分的感覺 酸 可是藍莓好像沒什麼味道 減分 但是 嗯 就是 吃完水果 所以它 水果變難濕了 它雖然有變甜 然後不然就是吃比較甜的葡萄 葡萄比較甜 葡萄比較甜 然後它就變苦了 這怎麼糟糕 我覺得藍莓也沒什麼味道 藍莓也沒什麼味道 對 對 真的配水果 葡萄真的不太大 葡萄真的很 我覺得喝完之後反而它這個色味 會突然跳出來 對這個 葡萄它也有一個 因為葡萄本身比較甜 所以它配上它就覺得 那個苦味跟色就衝出來了 然後一點都不清爽 嗯 所以就 好歐 所以暫時大家先不要拿水果來 搭配 Boskato粉紅 對 不行 可是這酒在你剛開始喝的時候 就是還沒有吃其他食物的時候 它是一隻蠻好喝的葡萄酒 你們要不要嘗試看看 反正現在你們可以用任何酒 去打任何想要吃嗎 交叉別人 有酒都在你們那邊了 自己來好不好 打鹹酥雞 基本上都不會太差 因為它基本上就是個氣泡飲料 有酒精的氣泡飲料 那你的杯子都在我吃就夠 這隻直接喝其實是好喝 我覺得搭鹹吧 對啊這隻直接喝就很好喝 你要嗎 好啊這一點 沒有跟他跟 沒有他搭這個 對 所以就是這個 那一片還沒上 我們知道 粉絲的都不太知道 對 我沒想到一種 這酒搭鹹酥雞真的蠻搭的 它很鹹那個鹹酥雞的蜜 很清爽 一下甜味都出來 我再試 搭鹹食不行欸 它搭甜的它的色味也跑出來了 這邊又不行 蛤 好啦沒關係沒關係 至少我們 應該至少都有三種名 至少都有三種名 鹹酥雞應該沒有不搭的吧 鹹酥雞沒有不搭的有 有嗎 因為我目前都還蠻搭鹹酥雞的欸 如果你們想要 我可以下一次弄一部就是超不搭的 好 硬士選就不搭了 那會變地獄系列 然後他們也不會來拍 然後死的又是 白老鼠 白老鼠為什麼 不會啊 就 地獄特輯啊 就是正常食物 配上正常的鹹酥雞 產生的地獄效果 好像蠻有意思的 為什麼要這樣 鹹酥雞還蠻搭的 因為紅酒擺的時候 搭起司類就搭 對 這個那種紅白酒搭配起司類 所以這個應該 檸檬塔不行 但是鹹酥這個可以 所以今天三支酒你們最喜歡哪一支 單喝啊 先說單喝就不會 這支是什麼 我會喜歡紅酒 其實紅酒也不錯 這支可以幫你倒一點嗎 可是你最喜歡鐵排酒嗎 我還想說這兩支 哪一支 白的就是狗 你要紅酒是嗎 對 我要紅酒 因為這個白酒 跟這個狗 我覺得粉紅酒比較好喝 恭喜你 你的皮包比較想講 真的喔 真的 所以莉莉的D 你比較喜歡粉紅酒還是白酒 我比較喜歡這一支耶 因為它這支氣泡感比較重 而且它比較輕爽 然後這個對來說 它那種果香跟紅酒味 對來說比較重一點 果香比較重 所以哪個最傷荷包 哪個最傷荷包是不是 其實都還好 那還好 其實真的都還好 沒關係 我有朋友老婆 沒錯 被傷荷包了不是 我比較不傷荷包 我比較不傷荷包 檸檬塔真的不行 下次不要謝謝檸檬塔 所以今天這樣子 搭配起來 你們會最喜歡哪一種配合的感覺 哪一種配合的感覺 嚴肅其實是百搭 剛剛的 其實馬卡龍 配乳酪 應該都是被粉紅或白酒 我覺得都滿搭的 對 只是紅的 我現在再試一次 再試一次 最搭喔 我還是喜歡紅酒 你可以吃吃看甜食配紅酒 所以我們就會痛苦了 真的嗎 因為我之前頂多 我在家吃我只會 對 所以我想說我等一下試試看 對 因為基本上 如果你是選擇 所以我現在應該再試一次檸檬塔 可以吃 應該會很怪 我怕檸檬會 會 會非常怪 好先試試看 想看 他洗嘴巴這麼嚴重 檸檬塔 這個超級複雜欸 那個色味超級瞬間 對 瞬間放大好幾倍 檸檬塔還是標對 沒有 不只檸檬塔 如果你用 呃 甜的我看有什麼 馬卡龍 馬卡龍 我們剛剛喝過了 吃過啦 配紅酒 那是第一個很好啊 我覺得很好 馬卡龍配紅酒 馬卡龍剛開始配這個 紅酒一開始配鹹酥雞 我醉了嗎 所以現在剩下兩個馬卡龍 是可以隨意吃嗎 吃啊吃啊可以隨意吃 我最喜歡的搭配是 粉紅酒跟植肉蛋糕 所以他三個是 對粉紅酒和植肉蛋糕 我隨便拿一個喔 他今天最喜歡的搭配 欸好那幫粉紅酒找到他的解套方式 我覺得一開始的紅酒配鹹酥雞 不錯 然後我現在喝紅酒喝很快來甜點 就不行 不行 很涩 沒關係你們繼續 我這邊來結論一下 我不用出來也沒關係 呃基本上紅酒的話 你不要配到別的東西 喔對你們紅酒還沒有試過去配水果 那我想應該也是一個很糟糕的作品 可以慢慢感受 但是紅酒的話可以配鹹酥雞 其實我覺得這支去配個滷味也可以 但是 我怕真的會吃太多 那以甜白酒來講的話 是不是 我覺得真的不能配甜點 是不是 以甜白酒來講的話 搭甜食搭蛋糕 基本上還可以啦 但是 我們剛剛已經感受到搭配檸檬塔是無法 好可怕 水果不可以 好可怕 那你不然人家在做結論 喔沒關係 接下來 沒有沒關係 我很難欠啊 但是我沒關係 好 但是目前為止水果我們 還沒有辦法找到一個非常好的規則 欸我真的以為水果應該是可以的 是你水果香的蛋 沒有 剛剛那個葡萄是甜的 我配紅酒也不行 一股四味就衝出來 配紅酒一定是不可能 衝出來好可怕 配紅酒一定是不可能 你甜的東西配到紅酒 就九成的幾率都是失敗的 好啦 所以在家如果 要吃蛋糕的話 備個兩瓶Moscato在家 如果要吃鹹酥雞宵夜的話 紅酒 南法的 有一點西哈 或其實Canache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當然如果你硬要搭配Moscato 也不太會出現什麼樣子的問題 好的如果有想要什麼樣更奇怪的搭配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們說 不管你喜歡還是不喜歡 你是不是 我對吧 我對吧 請幫我按讚留言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也許下一支影片你會喜歡喔 掰掰